这条快讯即在岛内引发的恐慌充分说明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安全的最大威胁 也给台湾民众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近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借俄乌局势来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 叫嚣战争 绑架台湾同胞来反中抗中 将台湾民众置于免于恐惧而不得的境地 完全是就无自取